彭云 美国国家二级教练 前中国国家队队员 曾代表中国参加世界锦标赛 曾获东亚运动会亚军 法国 美国 加拿大公开赛冠军 移民美国后成立明星羽毛球俱乐部 任主教练 多年耕耘带队取得多项优异成绩 我们要给大家解释的是如何接发球 双打里面发球很重要 接发球也很重要 接发球前三拍在双打里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现在我们是讲如何的接发球 接发球我们就要知道怎么站位双打里面 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左场区右场区双打的规则可能大家也都清楚了 所以我们现在先解释一下如何站位 那你会看到有一些比赛真正的那些高级大奖赛 世界锦标赛这些奥运会那些双打拳手 都是站在这条线的后边 尤其是男生都站在这条线的后边举拍准备 那这个是一种接发球的站位在这把孩子举起来 给对方造成很大的压力 这个是男生 那现在如果我介绍给一般的初学者 或者是我们成人的这些广大球迷朋友们呢 可能比较难达到这个要求 是因为那些专业的运动员是经过很多的训练 他们有这么强的能力 我们可以做在这个站位上面还可以 那现在呢我们要介绍给大家就是一般 那你会发现女生 女生呢就会退离这根线一步的距离 女生一般专业的女运动员会在退发球线一步的距离 准备接发球 那作为在那个广大球迷们业余的那个拳手当中 那我的建议就是他们使用跟专业的女孩子的这个站位方法 因为你知道我们站位以后我们要照顾往前 我们要照顾后场 所以呢在离这个发球线一步以后的这个距离准备 如果我们是右手持拍 我们的左脚在前面 我们的重心也放在我们的左脚上面 重心放在左脚上面 后面的脚呢不用太大不用太前 基本上比肩稍微宽一点点就很好了 拍子举起 放松自然的摆在摆放在我们的前方就好了 那放在前方呢我们可以顺势有正手有反手 所以我们放松自然摆在前方我们可以转反手接球 反正手接球 这是我们的这个准备姿势 还有我们的内脚三后卫和外脚四后卫都需要我们的照顾 所以呢我们正手重心放在前面正常放松 我们怎么去判断来球呢 来球我们要照顾我们的四个点 也有可能回来到往身上 也有可能在我们的中路 那所以呢我们是准备那眼睛是关注对方 对方的什么地方 对方他球跟拍子接击球的内刹那 我们做启动动作 而不是说他的他在前面晃晃晃 做一些身体之外的动作我们不用去关注 最重要就是看他怎么跟球激触那一下 那我们就是做启动 那启动出来你看 如果我们判断来球是往我们的外脚二号卫 看他来球以后蹬跨上去 可以接到我们的外脚二号卫球 准备那如果是内脚一号卫球 蹬跨也是一样 反拍出去准备 回来准备 启动 蹬这个脚蹬这个右脚跟上来 那如果很多现在还有些初级 可能我们会有这些进往的球 那有些往我们自己身上打的球 我们反而就得要让开了 我们不能把身子顶上去 这个反而就不好处理来球 所以我们会准备好了 让开如果进我们身上的球 进我们身上的球我们尽量让开 那当然如果想要那个发球 接发球更有威胁的话 那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在来球 在他球还没落下来的时候 球头一落下来的时候 我们尽量抢高点的去揭发球 那就是对对方比较有威胁 那我们站位站在这里 还怎么样去照顾我们的三号卫呢 左脚蹬反正反到我们的右脚上面 移动一步起跳 回来 三号卫你看重心迅速移到我们的右脚 迅速移到我们的右脚向后 一个并步然后起跳 这是揭发三号卫的步法 那准备如果我们发四号卫的步法 也是准备迅速移动 就是我们的左脚发力迅速移动到我们的右脚 右脚然后一个垫步然后起跳 我们可以用这个正手 移动到我们右脚 然后一个并步然后一个正单腿起跳 为什么我们不用这个动作 我们不能用这个正手双脚起跳动作 我们用单脚起跳动作 去照顾我们的四号位 现在我们说的都是以右手持拍为准的 那如果它是左手持拍的 可能全部都要倒一倒 在这里介绍这个揭发球给大家呢 是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这个揭发球 如果你出球太随意性了 那就造成很大的漏洞 那如果我们能重视起来 自己把它练习好的话 这是一个容易得分的一个手段 下面我给大家讲的是 一些初学者能常犯的一些错误 那当然首先呢就是可能他们站位 有些人站得太前了 那后面的很难照顾到 有些人站得太后了 那么往前的球 这通常只能够就是应付起球 那这个就是很随意 然后我们就变成防守 就会有很多的漏洞 那有些人可能站得太外了 这边三后位就空档 有些人站得太内了 然后这边四号位就是一个空档 那事实上呢 我们的站位是在这个线后面 我推荐给大家的站位 是在这个发球线后面的一步 一个步 然后呢稍微靠近我们的内脚 靠近我们的内脚 就是靠近我们的反手区 靠近这里保护一点点 那这边呢我们都还是有时间 可以正手边 我们还是有时间可以照顾到的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们的握拍可能准备 那只能这个握拍握得不好呢 它也只能相应的回球一个落点 如果人家发到它这边的落点 它可能就来不及了 这是在他们的接发球上面的一个漏洞 就是只是一个握拍一个姿势 那就变成他们不能照顾到两边 正手反手 跟大家介绍如何练习这个接发球 那说实在的 这些都是免不了要经常的练习 那接发球呢 可能你要得找个搭档 一个人发球 一个人练习接发球 都是熟能生巧 带着目的性的去 一个点一个点的练习 我对初学者的建议 就是在这个练习当中自己去体会 有些人可能他的脚步力量稍微弱一些 他向后移动慢一些 可能他可以站位稍微厚一点 那有些人呢 他那个力量强 他可以站前一点 给对方可以造成更大的压力 那这些呢都是在他们不停的练习当中 自己找到自己的一个方法跟诀窍 希望这个小视频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